也许你的生活和我一样,都很平凡,劳累,乏味,而且经常碰到难处。 中国人说,人生不如一只事十之八九,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自由地呼吸,能够观赏日出日落,吃可口的食物,有地方睡觉,和家人朋友团聚,这些都不是必然的事,乃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。 主的引导,让我们换了一种属灵的,积极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,看待我们自己。天天感恩,天天赞美,实在是一个爱主的人,真实的生活写照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感恩的心。 铁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八节记着说,凡事谢恩,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锁定的旨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